鱼工宜山要上演了吗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是全世界最缺水的国家之一 为了应对潜在的干旱危机 一位阿联富豪决定将南极冰山 拖到8800公里以外的阿联富查伊哈 透过开采技术 在5年之内呢要提供100万人用税 预计在今年底就要启动这项计划 奇特奢华的建筑物让人叹为观止 商务国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向来雄心勃勃 立下不少世界第一 这次他们又有新的梦想 把南极冰山拖到阿联 正是阿联富豪阿尔谢西 手头上的重要任务 他计划在今年底将一座长2000公尺 宽500公尺的冰山 从南极州附近的赫德岛 拖到阿联的富查伊哈 全程超过8800公里 目的就是为阿联提供稳定的淡水资源 冰山在十个月的托运过程中 可能会消融30% 尽管如此还是能在五年内为100万人提供充足水源 等冰山一抵达阿联 就会开始采集水源 开采过程预计耗时两到三个月 根据初步统计这项冰山计划斥资1到1.5亿美金 约合台币31亿到46亿元 到时候能不能解决阿联缺水问题 创造最大的环境跟经济效益 外界都很期待 关于国外编译 中文字幕阻